哎,张老师你好 你好,你那个是辽宁的是吗 江苏的 江苏的高三的女科女孩子 理科是吧 女孩子,我想请问一下老师 就是女孩子,就是大概的学什么专业比较好呢 你选科先跟我说一下 选科是五化生 五化生,现在能考多少分 现在大概五百五到五百八 五百五到五百八,你物理能考多少分 物理正常六十指,七十指 不到七十以上考不了是吧 简单一点,有时候八十指 正常大概七十左右吧 有时候七十指 哪一点六十指 你物理的力学和电学哪个学的稍微好一点 电学还可以 电学学的稍微好一点 电学学的时候好一点,是吧 你这个分数段几乎最好的选择之一 就是那个男友的那个中外合作 男友的中外合作 对,男友有个中外合作 那个只在江苏招生 那个大概今年的分数线是五百六 能说一下哪个学校吗 南京邮电啊 南京邮电的中外合作 它只有两个专业 电学和通信 就这俩专业 今年的分数线大概是五百六 女孩子学这个专业怎么样啊 可以的 女生在这个行业干的很多的 哦,他首先跟之前跟他沟通 他首先什么教师医生 这是都不愿意,学口腔 这是都不愿意 他说他只要学女工科了 哦,那这不,这正好匹配 南京邮电大学中外合作 你五百六十分 而且他只针对江苏招生 这个志愿外省都没有 就给咱们江苏省留的 哦,那挺好,挺好的 双一流 对,双一流啊 而且他就把他的双一流 给你的 哦,那请问一下 他上来学这个专业的话 以后就业是哪个方向呢 太多了,太广了 因为他有电子科学技术和通信工程 其实电子信息工程是三个 一级学科合并的 分别是电子科学技术 通信工程和光学工程 来进行合并的 然后的话电子科学技术的话 主要就是做芯片 然后的话通信工程 主要是做信息传输 通信设备 然后光学工程的话 主要是做光信息传输 就是比如说 因为我刚刚开完会 然后的话你像我们苏州 像我们的光子产业 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的 你知道吧 光子产业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说的话就是 这种专业的话 就业也都是很好的 像比方光信息科技技术 这种专业就业非常好的 所以说的话就是 你可以在一些高科技产业 也是我们重点 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 然后的话 以及像电子信 线子信息通信 这一个领域里边 就业都很好的 哦,好,行 那老师还有其他专业推荐吗 几乎 你几乎上这个学校的 这个专业就是 最好的选择之一了 知道吧 如果今天考到将近570分 你可能还能上 你今年估计考560 你都上不了 因为他分一直在涨 你今年考560 估计都不一定能上得了 你最好是考到570以上 能稳稳的站着这个 哦,好好 好吧 谢谢老师 好嘞啊 明天好 你好,你什么情况 我是辽宁的学艺术的 然后考到了北京的一个 211 地理位置在清华旁边 你什么专业 你别说了 再说就知道是哪个学校了 什么专业 因为我们大一是设计类 哦,我知道了 然后我们大二才会 你们学校有珠宝首饰设计吗 你们学校有珠宝首饰设计吗 没有 然后呢 那你有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 我那个环社和那个树梅 我应该选哪一个 没什么差别 就是我在我这儿 我觉得那个 如果你要选的话 你要非要二选一 硬选的话 肯定是选树梅 但是你们学校很有可能 环社还不错 对吧 是 大家知道她是哪个学校的吗 我问两个学校 别说了 我问两个学校 我拿出一个东西 你就明白了 姑娘你看 我看咱俩有没有心有灵犀 你那个学校跟她有关系 这是矿泉水 对吧 是不是那个学校 是 不行 我漏了 对 我知道你们学校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问的什么 有没有珠宝首饰设计 如果有珠宝首饰设计的话 它是D的 没有珠宝首饰设计的话 没有珠宝首饰设计 跟她有关系 我们只有四个是工业设计 然后视觉传达 环社和树莓 如果你要硬选的话 我个人建议选树莓 因为树莓的发展空间 我个人觉得要会大一些 因为环翼的话 你也知道它是跟土木有关系的 然后你们学校土木是比较好的 这个我非常的理解 但是的话目前这个行业 就不是很景气 而且的话就是目前来讲 我个人觉得很难去看到 它什么时候会再怎么样 我前两天我在那个网上 我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某市级的环境设计院 是某省会 某经济发达省份 省会市级的建筑设计院 就是发不出工资 后来他们集体讨薪 讨到了电视台 就是找电视台那种 就帮他们去讨个工资 三个月工资没发 后来电视台介入了以后 发了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的话 无险一斤 后来多交了一个 交了一个某一个月的医保 然后我也不说是哪个地级市了 反正就是那个事 也挺闹心的 所以说的话 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去主要选树莓 因为现在这个行业发展 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人工智能 这种东西干倒的 第一个行业 在国外居然是什么 居然是好莱坞 就是现在它做数字人 它可以怎么样呢 它可以让已经去世的演员 通过树莓的手段 通过这种艺术的手段 通过这种技术的手段 可以给它还原到饮品上 然后的话 甚至它可以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 现在说拍张学峰 它可以根据我现在的照片 通过数字媒体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给我做出一个老年张学峰 做出一个 就是儿童版的张学峰 然后的话 它就可以不用找那么多演员了 它有一个人的原型里面的话 它就可以通过 数字媒体的这种东西 去把这个人给它弄出来 就不用说 所以非得要化妆 或者怎么样的 就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所以说的话 好莱坞前两天 前一段时间就闹罢工 就闹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的话 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的话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 专业发展前景更好的 我可能不一定非得选择 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最好的 如果是我 我很有可能会这么选 但是我不代表说 这么选是对的 你要理解我这个意思 明白 那我考研还是选树梅吗 你这种专业的话 我个人觉得 你在相关行业实习的经验 要比你所谓的考研 要重要得多 因为我年龄比较大 所以那个 他不会到时候公司筛这个 我这么跟你说同学 企业在筛人的时候 他不会把能给我 创造价值的员工筛走的 他不是拿一条专业 是拿一条年龄横线去创人的 这个人对他有用 他是不可能把这个人干掉的 疯了吗 明白 但是我强烈建议你同学 就是你要知道 现在所谓的AI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对一些设计类的人 是有很大风险的 因为现在可能说 你生成一张什么图片 你跟AI说一声 他就可以给你生成一张 非常有意思的图片 但是你记住 AI是工具 现在缺的是什么 缺的不是AI能替代的那些人 缺的是能够把这个工具 利用好的人 能明白吗 就是一个新技术产生以后 一定会缺 能够把这个技术 利用到极致的人 那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短视频 你看抖音 对吧 那有一些人就可以善于利用直播 善于利用自媒体 他就可以让自己的收入比以前高 挣钱比以前轻松 比如说我 对吧 那你看抖音这个东西 大家有的人可能在直播间在看 但是我呢 就善于利用抖音 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 AI也是一样的 技术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的话 如果说你 你自己的一些思维方式 一些看到的东西 一些脑子里边的东西多 那么你的一些东西再加这个技术 再加你的一些技术能力 你就会创造出一些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好玩的东西 所以说的话 你这个专业切记 你的技术能力是一方面 但是你的思路和你的思维是另外一方面 多看点书 好吗 明白 谢谢张老师 好 真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会发现 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以后 能够用得好这个工具的人 会成为这个新东西出来以后的 第一批获得红利的人 所以说的话 你不要去恐惧 当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以后的话 你不要去恐惧 而是想办法怎么去利用它 怎么去尝试的利用它 用好它 什么TiteGPT 蓝星巴巴各种东西 你要知道它们是非常好的工具 你要想办法怎么把这个工具给用好 而不是在那 在那 啊怎么办 没有用 懂吗 没有用 而且的话我发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到了我这个年龄 因为我已经快40岁了 到了我这个年龄 它达到了事业上的某一个高度的时候 它都特别强调四个字 叫持续学习 大家发现了吗 就是各位家长 因为你们的年龄可能比我大几岁 你发现了吗 就是那种在体制外 在社会上扑腾的 然后有一定高度的人 他都会非常强调 持续学习 但是你发现另外一个什么呢 有的家长 有的孩子在选专业的时候 他居然想说 张老师我不想选这个专业 我说你为什么不想选这个专业呢 因为这个专业得持续学习 你看有的家长和有的孩子是这样的 都说这个专业得一直学 一直学 活到老学到老 我就不想学这样的专业 但是孩子我想跟你说的是 各位家长我想跟你说的是 现在这个社会 你要是没有持续学习的能力 你一定走不长远的 你不能去惧怕持续学习 你得拥抱持续学习 你要学会 你有时间去拥抱学习 你有时间去拥抱持续学习 你同样有时间 去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说的话 我经常给大家讲 我说我最怕什么 有的孩子什么 学也没学明白 玩也没玩明白 时间都花在了 像排队呀 然后的话 时间都花在了一些 怎么想办法去省钱 有的人和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有的人把时间花在 怎么去想办法去挣钱 并且付出行动 但是有的人 他愿意把时间和精力 去想办法去省钱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思维 然后的话 就会缔造出两种不同的 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 不要惧怕变化 要拥抱变化 不要惧怕持续学习 要拥抱持续学习 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 你看我这两天忙来忙去 忙来忙去 工作我就好好工作 不含苦不含累 该怎么拼怎么拼 但玩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玩 我们十一 我们公司不调休 对吧 想怎么玩 我们就好好玩 对吧 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 玩的时候好好玩 做事就 要么就别做 要做就做好 所以说的话 你看我可能 底子不是很好 对吧 我们家黑猫匠 起的还是小县城 我底子不是很好 考大学也没有考的 特别的好 但是我会持续学习 我认知到持续学习的重要性 对吧 我这个年龄 我要学习 我要运动 我要健身 然后的话我也要玩好 对吧 所以说的话 好